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好孩子的時候 今天當然要講習近平 他終於到達哈薩斯坦 新冠疫情以來 首次的外訪 說真的 對我們意義非常之重大 哈薩斯坦 因為在九年前 已經成為 一帶一路 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標 我們看到 習大大 戴著口罩 哈薩斯坦 總統 托卡耶夫 親自到機場 迎接他 口罩很特別 印有中國和哈薩斯坦 兩個國旗 我們習近平主席 在央視 說新冠疫情 發生以來 我第一次出訪 我就選擇了哈薩斯坦 這個正正彰顯了 中哈關係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體現了我們深厚的友誼 哇 當然是對 其實這件事 對於我們來說 是非常大件事 現在終於成行 還有我們看到 保安級別很高 防疫級別 都是很高的 有時候戴口罩 有時候不戴口罩 究竟為什麼呢 今天呢 我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喂 A君 你好 B君你好 大家好 A君先說一下 這件事 我們說 加強兩國全面 戰略夥伴的關係前景 還會簽署一些文件 這件事 A君 你先說一下 好嗎 這次這件事 中央向中亞發展 A君經常說 中亞一帶一路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環節 以前中亞是俄羅賓 控制得比較大的地方 自從蘇聯倒下之後 其實那裡成為了冰家必爭之地 因為這個可以說是亞洲去到歐洲之間 其中一個可以說是不可以滑缺的必經之路 你當然可以繞另一條路過海 但是很明顯那邊也是一條非常重要的一條路線 好了 再加上那裡也說 天然資源豐富 眾所周知 氣又多 其他的天然礦物又多 等等等等的因素 所以其實老美也很早在那裡插棋子 應該是吉爾吉斯坦 老美也插了很多棋子 搞到那裡有很多NGO 甚至乎哈薩克斯坦 之前其實都可以說 他一邊就是給俄羅斯繼續和他朋友 另外那裡其實也有不少的政策 在老美那裡都在優惠中 可以說一個很懂得做的一個軍事上 不能夠強大 但是又知道自己的地理位置重要 兼且是有天然之緣 所以兩邊都有討好的一個大國 大眾所周知 哈薩克斯坦 今年年初的時候 老美想在那裡搞顏色革命 自此之後 哇 可以說是180度大轉變 看到老美真是跟他說老美 好 我們也多謝俄羅斯幫他評論 所以兩者的關係 曾經外界估計非常密切 但是到年中的時候 發現哈薩克斯坦 又跟俄羅斯那邊 好像在罵不和 結果現在很明顯 又是跟我們中央朋友 可以說 自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俄羅斯坦 都看到有機會 有機會 要把注意力 等到烏丁丁那邊 所以其實中亞那裡 開始知道有時間搞都還沒搞得到 結果這次就放行了 第一 哈薩克就開始更加 容許跟我們中央朋友 再加上另外 有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A君都經常說的 就是那條 中吉烏鐵路 竟然談了幾十年都談不到 這次被你們通過了 中吉烏就是剛才說 吉爾吉斯坦 以及烏茲比克斯坦 這次習主席都會去烏茲比克斯坦 那個地方 通過這個鐵路 可以說 不單是通過一帶一路 亦都可以說 將我們中央的一個Friend底 可以說 去到中亞五角那裡 變成整個歐亞大陸的一體化 走得近前 交回給大家 這個是是的 其實的時候 經常有吉爾吉斯坦 是一個戰略要地 因為他們和新疆是鄰居 而且更加重要 對於我們國家的西部發展 以及西部的安全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如果哈薩克斯坦 是被老美滲透了 那麼我們新疆就危險了 所以 哈薩克斯坦 對於我們國家的戰略位置 也非常重要 除了他擁有接近二千萬的人口之外 最重要的 就是對我們整體的經濟發展 包括我們的歐洲班列 在過去這一年年頭到現在 已經超過一萬班次的列車 在歐洲通行 那其實今次最重要 就是我們看到 剛剛A軍所說的 在一月份的時候 哈薩克斯坦就爆發了 一個嚴重的暴力衝突 這個暴力衝突 我們看到 俄羅斯動手 然後很乖地撤退 而且更重要的 就是俄羅斯的撤軍 更加看到其實 為什麼哈薩克斯坦 會對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 是有所未然 因為他要保護自己 還有 不要去滲入一些國際的糾紛 他做的時候是自保其身 所以 我就覺得這個問題不大 還有 今次 中國和哈薩斯坦 會加強整個經濟的合作 而發展經濟方面 很多事情 人工智能 大數據 以及數字金融 大家知道 數字人民幣 現在這個發展 即是表示什麼 我覺得人民幣 將會在哈薩克斯坦 通行 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看看B君有什麼看法 好嗎 B君 不好意思 哈薩克斯坦的穩定是非常重要 因為哈薩克斯坦 剛巧就是在俄羅斯和中國新疆的邊界附近 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如果有什麼來源 就會打亂了整個一帶一路的發展 還有六路交通的發展 還有當然 所以 其實今年年初 哈薩克斯坦成功鎮壓了那個人式革命 是對整個一帶一路的發展都非常重要 這次習近平去訪問哈薩克斯坦 其實他們都簽訂了不少的一些協議 包括倫敦和其他方面的發展 當然也有交通的發展 這些東西都是真的可以幫到哈薩克斯坦 以至中亞各國的人民去發展 現在看到的是 除了亞洲大大訪問哈薩克斯坦之外 也都轉去了烏茲別哈斯坦 這次上海合作組織的會議 都會在烏茲別哈斯坦的薩馬爾行舉行的 各個國家都會去出席 原則都會出席這個上海合作組織的峰會 都看到習近平出席這個訪問 第一次離開 第一次離開 疫情以來第一次離開中國去出案 去外訪 第一站去哈薩克斯坦 其實也是去其他的中亞地區 去上海合作組織 這個意義上 除了當然我們很開心 可能有機會通關有望 也很開心之外 也都在外交上顯示到 中國對於中亞地區和上海合作組織的期望 以及重視 非常之重視這個組織的發展 再加給你 重視一定重視 因為我們看到 我們的上海合組織 以及RCEP 一帶一路 這個真的 完完全全是 一個部署 非常之美的部署 我們看到 去到烏茲別哈斯坦那時候 我們就舉人了一個雙方會談 和烏茲別哈總統 米爾濟約耶夫 這雙方會談 其實雙方已經簽署了 150億美元的合約和協議 我們習近平主席和烏茲別哈總統 會在16日一齊參加上海合作組織 薩馬罕峰會 這個薩馬罕峰會 其實最重要 就是會擴容 無論在量上高增加之外 在質上高都增加了 伊朗正式加入 白俄羅斯也說加入 我們中歐 應該不是中歐 應該是中亞 和中東國家 其實就已經不斷地加入了 形成了一個非常之強勢的領導 而且更加重要的 就是這150億美元的 經貿和投資合作領域 其實最重要的是 簽署了 除了投資之外 還有建設 採礦 數位化 文化領域 15份文件 為什麼要談數位化呢 這一點 A軍應該有些話說 數位化 就是代表什麼呢 A軍 數位化很多 包括了 剛才所說的 數字人民幣的方面 眾所周知 現在有不少的交易 好像我們經常所說 7月21日 這個 無差別使用人民幣的時候 開始了 我們都要延遲 在不同的地方 作出電子商貿的時候 擴大我們人民幣的交易 大家都知道 只要一帶一路打通之後 這條形的中亞國家 其實有很多東西和我們可以交易 所以這個 除了這個物流通之外 第二件事 就是人流和錢流這三通 打開了這個公路 人流通 貨物通 加上數字人民幣 連錢也通 做了這件事 之外 也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 中蝦 有一個聯合聲明出來 各位 中蝦 你是能吃的中蝦 是嗎 還是大蝦 中央和蝦薩克斯塔 知道 我只是開玩笑 不是大蝦 小蝦和中蝦 真的 趕來玩蝦 不趕來玩笑 那個協議是什麼 你趕來聽聽 不好意思 我拿著一杯茶 聲明 總結30年 你先說吧 你先說吧 我們中央和蝦薩克 發佈 建交30年的聯合聲明 蝦薩克斯坦懂得做 強調 任何形式的彎彎毒 都是要反對 並且歡迎 當然是一帶一路 繼續投資 雙方發佈了 建交30年的聯合聲明 並且說 打造下一個黃金30年 當然就會承諾巴辣 互相尊重 友好 互利的精神 等等 除了說打造黃金30年 另外 雙方都強調 要有政治互信 同時 牽涉到國家主權 領土完整 等等問題 是會互相支持的 即是 完美的例子 就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有人在減少一些顏色革命 建設到國家主權和領土的時候 就會互相支持 下方也堅定地支持 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次真的可以了 好了 譴責一切的害怕主義 極端主義 分裂主義 等等 亦都說明了 維護政治安全和政權安全 意義重大 堅決反對 外部勢力干涉 老美聽不聽到 反對你這麼多次的干涉 好了 另外一些 還有報告淺淺的事情 原來 我們中央佔了哈薩克的出口 很厲害 多少 很多佔了哈薩克 多少 22.6% 嘩 好厲害 厲害 是呀 厲害 是呀 那說了 update到7月 8月的資料未出到 update到 1月到7月的貿易額是多少 135億的USD 較同期增長了多少 38.3% 神經病 正常 正常 我覺得正常的 是嗎 中國這麼好 當然是跟中國做生意 還有出口的礦物 燃料能源多 所以增長了這麼多 都可以想像的 但是增長之中 原來設有52%的增長 是來自中央的 是 是 是 繼續 一屆 登興國家的一個 role model 如何降低 這個 transaction 甚至乎 鼓勵到 如何一些小商戶 的小本經營 可以通過電商去發大 成為了perfect的model 變成可以令到 人人 只要是 有製造的能力 甚至乎一部分 做生意的天分 以至 甚至乎做很簡單的服裝 等等輕工業 以前可能要搞很多 要搞一個工廠 搞不行 現在可能手作仔做起 都能夠找到一口吃 所以呢 可以說幫到很多的市民 由原本打工都不知道 搞不搞得電 變成可以自給自足 做一個小商戶 這個電商方面 就可以幫到他們的手 除了小市民之外 大型的重工業 當然就是能源 天然氣 風能 太陽 還有A軍都要看一看 哈薩克是全世界最大的 有的出口箱之一 A軍的記憶中 應該是頭大 這個要查一下 總之 其實頭幾大的 八大的有 有元素的出口箱 有些其實已經是 只有一個名字在 trade 但是這個哈薩克 是真的還在出有元素 所以可以說 能源方面 天然氣 石油 甚至乎風能 太陽能 以至有元素 都是佔了重要席位 哈薩克 說到這裏 再交給大家 這一個絕對是 那我就想 和B君去談 因為B君發了一篇文章 給我們 他說戰爭通脹經濟 與中美俄歐的 地緣政治博弈 剛剛好和這次 我們習近平主席 去到哈薩斯坦 和烏茲比特斯坦 地緣政治 是有非常強大的原因 所以我們逐點來討論一下 好嗎? B君 是的 這次上海合作組織開會 很有可能 伊朗會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的 除了伊朗之外 有加入 當然還有土耳其和印度 有可能都會成為一個觀察國的成員 看看你發展的情況 有傳聞說 連印度總理莫迪 都有可能會參加這次的峰會 變相就是 現在這個上海合作組織 就由原本的一個 應對這個驚驚主義的一個 軍事情報的組織 慢慢擴展為一個 集軍事、經濟和人民交流的一個峰會的組織 這個組織裡面 其實他們是包含了幾乎亞洲大陸裡面的各個大國 除了中國和俄羅斯 還有中亞國家之外 伊朗加入 這個土耳其可能會看看 印度也會進來看看 再加上北韓其他國家 就會變相橫跨了整個亞洲大陸的主要國家 都會黏在一起 這樣東西其實是 從一個西方的一個 帝緣政治的角度來講 這個是他們很害怕的一件事 對一個海權國家 看綠權國家的東西 是特別擔心的 因為其實在十九世紀開始 就已經有個西方那邊有個理論 就是一個海權和綠權的鬥爭 一個世界大島的一個理論 就是說 所謂的世界島就是歐亞大陸 東華大陸 誰能夠控制整個世界島的話 就是誰能夠控制世界 簡單一點就這樣 我們那個想法就是 英國和美國這些國家 是屬於海權國家 是世界島外圍的國家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阻止整個世界島 阻止世界島合作 他們才可以做得到 就是稱霸世界的方針 現在這個上海合作組織的擴張 就是變相形成我們所預計的 就是西方所謂的世界島的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可以說世界島的整合 那這個 這個 世界島整合的話 就是歐美國家 為什麼你這幾年來 十幾年來在這裏 在這裏搞顏色革命呢 其實就是他希望可以阻止這個世界島整合 但是他越這樣阻止的時候 越比其他國家 看到就是這個老美 他們出口的不是出口商品 他們出口的是戰爭 出口混亂 那大家看到這樣的時候 大家都不希望 寧願跟一個發展穩定 穩暴增長的中國合作 遠離這個戰爭 大家和平 搞好經濟 才投入大家各個國家的利益 那 這個是上海合作組織發展的情況 這個是看到的歐 就是俄羅斯和中國 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一個全面的合作 但是也同時 是對整個全球的世界格局 是將會一個重大的變化 那幾年前開始 其實習近平都和大家 講過很多次了 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是遇到八年未見之大變局 這個八年未見之大變局 簡單的說就是傳統 就是一百多年前的歐米勢領 將會衰狼 而中國和其他亞洲的發展中國家 將會無聲 而這個無聲的階段 這個變局 還有另一個變局 就是整個全球化的一個合作體 開始重新組合的 我不會說全球化衰 沒有了 它只是重新再組合的 這個是冷戰之後 尤其是蘇聯崩潰之後 九十年代開始 世界出現了兩個很大的融合 經濟體的融合 第一個經濟體的融合 就是中國和美國的合作 由美國印銀子去買中國的商品 就通過這個 將美國的製造業 就轉移到中國 就是通過美國印銀子去買中國的貨 去壓抑了美國的通脹 同時使美國可以專心發展這個高科技 但是這個其實是其中一個格局 第二個格局就是 九十年代開始 蘇聯崩潰之後 俄羅斯向歐洲大陸提供廉價的資源 包括石油 天然氣 還有糧食 還有其他的原材料 給歐洲 而歐洲就通過這個低的能源 去發展它們的經濟 令它們有一大大的增長 尤其是德國的經濟發展蓬勃 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依賴著 俄羅斯提供廉價的資源給它 但是在這兩三年裏面 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轉變 第一個轉變就是美國和中國 美國很擔心中國的崛起會影響到它自己 於是乎中國 美國就處處針對中國 尤其是在科技上面去阻止中國的發展 與此同時這個烏克蘭戰爭 令到歐洲和俄羅斯的關係差不多幾乎斷裂 你看到這次烏克蘭戰爭之後 歐洲那邊的反應是 我要斷絕你所有和俄羅斯有關的 我都要斷你 甚至乎你血統上是俄羅斯的歐洲人 我都要制裁你 甚至乎凍結了你的俄羅斯富豪的財富 例如是要衝你工等等的情況 令到歐洲和俄羅斯的關係幾乎斷裂的 這樣斷裂的時候 同一時間中國和俄羅斯 尤其是俄羅斯自己 就開始改變它這500年裏面的國家政策 就從歐洲 望向歐洲轉移 望向亞洲 尤其是希望可以和中國再次進行一個 大規模的合作 全面的合作 同一時間中國方面 中國是一個製造業的國家 它最缺的是能源方面的一些原材料 現在是俄羅斯一個能源大國 和中國這個製造業大國兩個合作 全面合作的時候 其實它們可以想說 為什麼我還要和歐洲合作 為什麼我還要和美國合作呢 其實不一定需要和 當然它們不會說我們抹著臉 但是那個合作的關係 未必會好像以前那麼緊 中俄兩國的全面合作 其實可以各取所需的 中國要俄羅斯的能源 俄羅斯可以學習中國的製造業 重新壯大它的製造業 尤其是俄羅斯的東部的西伯利亞地區 其實一直都是沒有什麼發展的 如果俄羅斯可以吸引到 中國的企業去西伯利亞 或西伯利亞地區去投資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幫助到俄羅斯 去發展它的東部和中部 這個合作是對兩國都會很好的 而在中俄合作的基礎之下 再去隔離這個 在這個 上俄合作組織 就是我們將會 用西方的語言 將會在亞洲大陸 整合作一個世界道出來 對歐美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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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威脅性的 B君 慢慢來 慢慢來 先說一下 你一個人說完 口水的光 慢慢來 好 第一 我自己覺得以前有個說法 就是 美俄之間 即是美蘇之間 如果中國看哪邊 哪邊就贏 過去這樣說 我現在有個新的看法 就是 美中之間 如果俄羅斯靠向哪邊 哪邊就贏 因為不再是美國和蘇利 而是 俄羅斯是一個關鍵 俄羅斯和中國粉 中國就贏 但是俄羅斯和老美粉 老美就贏 對不對 B君一會給你講 A君有什麼看法 是 是 剛才看到這個TRIK 就是土耳其 俄羅斯 跟著就是伊朗 中央 和北韓 TRICK 俄羅斯 其他天然氣 和石油 以至其他礦產 都非常之豐富 有一個挺有趣的 就是 關於全世界的 那些商品的出口 的一個量 這樣去計算 這個價格 或者量 這個是全世界都計算 原來俄羅斯在佔全世界多少呢 11% 第一位 老美是10.7% 兩個叮噹碼頭 但是 早兩年 俄羅斯就要一條馬臂勝出 我們很熟悉的 譬如沙地阿拉伯 石油 但是 都是佔6.2% 所以 可以看 原來 整體去計算 就是 所有的抗產 再加上 我們經常說的能源 加上 王者 才是俄羅斯 所以剛才TRIK R那個有多重要 大家都知道 但是俄羅斯 它都有自己的大國 一個想法 所以 就算是 我們中央 和俄羅斯 說了這麼多年 說想搞這個 中吉烏鐵路 其實這麼多年 俄羅斯都不肯制 甚至乎 其實我們中央 都說這個 天然氣 的 一個運輸 搞氣管等等 其實俄羅斯 都不太過 有它自己的盤說 不是太過 下下說我們談什麼 都跟我們 答應我們 這樣 所以 變成 那個互補 近來 就多了 但是 如果是一個 跟俄羅斯 跟俄羅斯之外 有一個 跟俄羅斯之外 有一個 能源的 很明顯 就是伊朗 伊朗 跟我們真的 很友善 尤其是 早兩年 跟我們談了 25年的一個 互換 我們是用基建 去換取 他們的天然氣 和石油 所以 令到我們中央 這個全世界 最大的 世界工廠 本來 老美 不覺得我們 是一個威脅 因為 他會認為 中央是缺乏石油 和天然氣的國家 所以 可以被 老美 捏住它 因為老美 控制了海權的話 其實可以說 尤其是控制了馬六甲那邊 變成 其實就捏住了 中央的煙喉 所以老美 一直覺得中央 威不出的 但是 當我們中央 和俄羅斯 和伊朗之後 那條鬍子又不同了 當然 令到中央 起屁的第一個 是安哥拉 安哥拉 可能大家少聽些 這個非洲國家 原來佔全世界 的出口 1.1% A軍就數了 T-R-I-C-K R-I-C 三個 另外 北韓那裏 北韓最強的天然資源 是什麼 各位記不記得 是什麼 稀圖 好啊 嗯 耶 由於北韓就很喜歡 就是玩吸收 這支真的吸收煙 江湖有個估計 它有的稀圖 是2億1600萬噸 2億1600萬噸 這個概念是多少呢 我們中央就被 整天所說 中 中 中東有石油 中央有稀圖 這個呢 鄧百耶 已經在幾十年前說 到今天這句說話 都是對的 而我們中央的稀圖 和北韓的相對是什麼呢 北韓 如果真的是2億1600萬的數字的話 是我們中央的六倍 甚至乎呢 其實這個數字呢 是會 如果是熟實的話呢 代表是令到全世界的稀圖 多了一倍 因為之前從來當它沒有的嘛 哈哈哈哈 所以呢 這個呢 R.I.C.K. A.軍都數了 最後呢 就數了土耳其 土耳其在這次 俄互戰爭之中呢 可以說是大贏家 除了露米之外 因為呢 譬如啊 俄羅賓前排談了數 就在這個黑海那裏 出的食物呀 小物呀等等那些 甚至乎 將來的中央 一帶一路要過 其實全部都要去 這個土耳其那裏 不可以全部了 很大部分都要去土耳其那裏 它呢 它守住了歐亞大陸呢 只是地理位置 都已經是重要的了 再加上其實土耳其呢 就在穆斯林國家裏面佔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斯蒂爾斯也說了 它根本在歐亞之中 根本是穆斯林的一個頭 可以說 由於它的地理位置和宗教地位 也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次這個trick 除了在宗教、地理位置、能源 以至工業生產 這麽厲害之外 這個聯盟 這個被稱為一個統稱 有另一個統稱 各位 是被制裁聯盟 被制裁聯盟 說得好 是的 所以大家 由於被老美這樣按 都會有共同敵人 所以這次 共同敵人之下的一種 大家bond together 所發揮出來的能量 A軍會認為 甲可鼓了 老美 交給大家 這件事是這樣的 其實整個地緣政治正在發生一個很強烈的變化 老美想收割 收割不到 歐洲也有些傻瓜 去做事 我們看到 歐洲的委員會 歐盟委員會 其實他都說 這次一定要堅決支持烏克蘭 一定要很長時間制裁俄羅斯 今年冬天 他們都有排名的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真正的玩家是土耳其 俄羅斯 伊朗 中國 和北俄 其實這幾個國家 正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被制裁聯盟 剛才A軍所說 由於這個情況不斷發生 而且現在對於南韓來說 很緊張 怎麼算好呢 喂 我強敵還志 我怎麼算呢 老美又幫不到我 好像當我是正 阿Sir 我差一句 我差一句南韓的境界 就是 北邊有敵人 南邊的市場又不friend我 錢又找不到 有把刀看著我 還不怕嗎 這當然是害怕 所以這次找石瑜很頭痕 我都說了 他掌中畫個王字也沒用 因為已經拜拜了 比君 有什麼看法 先交給你 是的 其實整個格局裡面來講 其實最害怕的都不是韓國 最害怕的其實應該要害怕的那些 是歐洲同擺美國 因為和俄羅斯 現在擺明說 你去歐洲要制裁俄羅斯 歐洲的傻白 甜蜜制裁俄羅斯 然後還傻到聽美國說 說要限制俄羅斯的天然氣石油賣多少錢 是嗎 相當於和你去街市 和一個賣菜婆婆說 你這些菜十元太貴了 我只是會給五元而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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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市又不是賣給你 撐你 街市又不是賣給你 街市又不會賣給你的 這麼簡單的道理 為什麼歐洲也不明白 還以為俄羅斯只能夠賣石油給歐洲 你不要玩 你當賣菜婆婆只會賣菜給你 而你騙俄羅斯 騙賣菜婆婆 你都傻的 過處吧 你這些傻 有一個資料要提供 其實27個歐盟的成員國 去談這件事 真的說要針對俄羅B 去設定油價上限 好像數目是兩隻手之內數了 其實大部份是不贊成的 甚至乎有部份成員國爆了它很活該 說來聽聽 限制嗎? 還行老尾吧 全球啊 全世界都一樣 同一啊 真的你都傻的 我真的覺得 你這班傻子 是不是瘋了 你 其實歐洲內部 講說要限價那班 其實那班是不太需要石油 不是很需要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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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大哥 第一 例如北歐那些自給自足 所以沒有所謂 只是支持 支持 不歐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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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法國 不過他們七成至八成的能源 是靠核能的 這個應該要補充 講錯了一點點 原來這個哈薩克斯坦 是出口有元素世界第一 全量世界第二 不單止是頭五名 是頭兩名 不過呢 輪到trade 可能是頭八大的trade 就是union的其中一個 交回給大家 是的 這樣 即是講油 法國說 不要天然氣 就是不要天然氣 我不用客人 什麼所謂 但是其他的 其他的歐洲國家 尤其是歐洲的 最大的經濟動盟 就是德國 德國沒有天然氣 沒有油 沒有天然氣 不行的 因為我本來想著 我不單止要有北溪一號 我還想著北溪二號 準備開幕 你搞烏克蘭 搞烏克蘭戰爭這壇 搞到那個開幕開不了 然後搞到我們 第二條管道開不了之外 第一條管道還要經常有些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今年特別多壞的零件出來呢 都不知道為什麼 搞到整個 就是德國那邊就很嚴重 現在那些人要去砍柴 準備砍柴 準備過冬 砍柴 砍不及的 他們有一個黑森林 你知道大家 是啊 大家不要以為砍柴 砍完就能燒 其實砍完的樹木裏面 有很多水分 燒不到的 要處理成大半年才可以 可以變成燒用的柴 所以從今天開始想砍柴 都不行的 我可以交給你 有一件事 我剛剛看了 不永遠小姐的K2搜尋裡的一條片 EP46的 她說 環保少女 由英雄 變成通俄的間諜 現在歐洲 現在歐洲 就做完神完畢 接著的時候 就說 喂 不是喔 原來你的環保少女 是俄羅斯間諜來的 你看 要我們用環保 你看現在搞武器了 不行 我們要燒炭 不燒炭不行了 我們要大肆 去令到炭輪元 繼續可以用回 因為我們要度過今年的冬天 要不然就不行了 所以現在急急忙忙在修改法例 真是可憐 這位叫通貝里的環保少女 只有16歲 突然間由天堂 跌到地獄 嘩 真是非常可憐 是 除了這個環保少女 繼續 被指為俄羅B間諜之外 其實我們中央都應該出聲 就是早幾年在鄉島裡面 那些什麼羅咪聰 黃咪峰 黃之鋒 大大聲聲說 這些全部都是老美的間諜 不知道我們這樣說得不可以 當然可以 完全是 百分之八 他根本不是俄羅斯的間諜 他是一群愚愚愚 要拿聲量 然後他跟黃之鋒說的一模一樣 你不是老美做出來的神 是什麼呢 俄羅斯才不會做這麼低B的事情 這個世界上高 只有歐洲和老美會這樣做 你看他的用詞 大家有時間看看 K2搜尋 第二季的EP46 非常之正的 一篇文章 阿屈姐的演繹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這次我覺得 歐洲正在這裏 很急速地上去砍柴 或者是挖礦 但是 說不前的 9月了 現在氣溫 據說烏克蘭只有13度 還有他們要求 歐洲人民 19度 即是要把暖氣開到19度 哈哈哈哈 嚇嚇嚇嚇嚇 怎麼辦呢 還要冷死 19度 今次的時候 整個 冬季如果是韓蘭 不是一個暖冬的話 我想也很大件事 尤其是我們看到英國 英女王離世 很多英國人都已經再去羽勇 就去調宴英女王 那你說 又濕又冷 接著電費的時候 有朋友跟我說 六千元啊大哥 六千元電費一個月 怎麼捱啊 一個月 冬天還未來 我指 冬天還未來 那怎麼辦 那我怎麼辦 三個月 三到十八 一萬八千元 不行的 接著還不止 二千五百英鎊 你想真一點 差不多二萬五千元一個月 不知道到時候 你會哭還是笑 還是真的去砍柴呢 哈哈哈哈 不過 賣火柴的女孩有你份 各位同意的加一 哈哈哈哈 我加回給你 阿B君 唉 搞笑到暈了 哈哈 阿B君 哈哈 哈哈 歐洲那邊 歐洲那邊真的很嚴重 其實他們 撤油管 自己搞自己 自己搞死自己 當然 他這樣搞的時候 其他的能源公司 就拍了手仗 能源公司 是拍了手仗 當然 發電的那邊 發電的那邊 沒錯 兩頭夾 就是 發電的那邊 就要買石油天然氣 買資源 買資源 買完資源之後 發電就要買回電 給其他小市民 工廠小市民 那中間 其實他們 就是他們要交這麼高的電費 其實都是因為 那個能源價格 升得這麼厲害 當然自己都嚴重了 例如其他國家 現在的國家是英國 你最近見到 Trust 忘記了問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卓維斯 是誰 卓維斯 是 是啊 卓維斯 他那個政策 上任之外的政綱 是說 我們政府要 一來要限制電價 二來他們是要補貼電力公司 因為沒有 對 因為如果我限制電價 而我不補貼電力公司 電力公司是會破產的 如果電力公司破產的時候 真的可以很嚴重的 連電也沒有 嗯 我先說一下 德國的情況 我覺得 有一件事很值得關注 就是 今年年初以來 你知道德國人買什麼 買得最多嗎 大家猜一下 還沒爆 還沒爆之前 但是德國人 已經開始做了一件事 他買什麼買得最多呢 就是太陽能板 哦 知道嗎 因為俄羅斯 你發動戰爭的時候 其實德國人是很聰明的 安裝很多太陽能板 尋求穩定的電力來源 但是問題大了 到冬天 你打算用太陽能板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你如果問德國人 冬天裡面最缺少是什麼 95%的人肯定會答陽光 哈哈哈哈 哪裏都沒有陽光 到了11月的時候 限曝三點 天空就慢慢轉黑了 而且即使在短暫的白晝的時光裡面 也都是光照拔燭 陰陰沉沉 最可怕的是 這樣的陰霾 會一直由十月底 持續到第二年的三月四月 到變成下令時間的時候 才會慢慢好轉 這次真是大件事了 哈哈哈哈 真是沒辦法 我不想笑 不過我覺得自作業 不可換 你想想 密克爾 建立了整個這麼強大的德國 比你舒爾茨短短時間裡面 就把整個德國玩成這樣 你真是可謂全德國最厲害的首相 最厲害的總理 好厲害 真的行 太得人害怕了 我真的覺得 唉 沒話好說 交給你 不好意思 插一插嘴 我再拆開一點點 好 英國那邊現在有一個很大型的計劃 大家現在才開始想想 之前我不知道他做的 怎樣 現在 現在在想要在摩洛哥 摩洛哥在哪裡 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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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非靠大西洋的國家 在摩洛哥 經常說壓支壓坐摩洛哥 摩洛哥在哪裡 就在北非 摩洛哥說現在在研究 在摩洛哥在大量的太陽能發電 然後製造一條跨大西洋的電纜 就運到去英國 就可以供電給英國 我想這些計劃 不是應該幾十年前 應該開始計劃的東西來的嗎 是 其實就是南電北書來的 其實他在2021年 9月份已經推出了這個 希望投資建設太陽能和風能 佔地面積大約1,500公里 通過3,800公里的高壓直流海底電纜 和英國相連送電 不過那時候說 應該到現在還未做起 還有一個最堅的問題 其實就是講不及的了 還有 哪個地方生產太陽能板最厲害 中央的舊薑 沒錯 新疆 制裁新疆 大家有辦法 這些就是搞笑的地方 西方人 你聰明一點 你一邊制裁 一邊說新疆有什麼 又要抵制買新疆貨 結果害到的就是自己 你沒有東西 要買貴價的東西 沒有問題 你要通脹 難道不讓你通脹嗎 是不是 這是不可能的 馮德來欣 你真是傻到爆 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麼形容你 整體來說 整個歐洲給我們感覺 喂 原來智商這麼低 都可以做領導人的 厲害 好 是不是 兄君 是 有時候我會想 你知道我現在讀清華那一篇 有時候在想 說完 就是 為什麼你那個 政治是 歐洲那邊的政治搞成這樣 一鍋套的時候 為什麼我還要去那裏讀政治呢 為什麼 因為 我真的有一點點 當然 當然 如果 如果 是 那班經濟學家 應該 應該 跳出來 在那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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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你不知道 是 讀隱最深入的人 才是最喜歡 販毒的嗎 哈哈哈哈 真是沒有辦法 我們今晚本來不想欺笑 老闆想認真和大家 講一講 這個整個世界的局勢 但是不行 你講下笑話 我們真的覺得很愚蠢 世界上高 你不要說 有朋友跟我說 中國國運真的正在興建 你做什麼 對什麼 這個不得不承認 但是歐洲 和老美 不知道為什麼 做什麼就衰什麼 還有大家看到你是 阿水 你說什麼 交給你 我想說 郭運喜這件事 我最初不相信 我現在真的相信 因為做得好是靠自己 郭運喜 是要靠豬對手 沒錯 你沒有辦法 你明白嗎 你會去做的時候 你明明快要死了 你就再踩多腳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金將軍的書 我朋友送給我的 我看完之後 跟滿清一樣 滿清說要起船 起軍艦 花了很多錢 建立自己的海軍 但是 到每一次關鍵時候 當然要撤財海軍的軍費 那你海軍沒有錢 打什麼貴的仗 不用打 結果就兩頭死 現在的時候 我就看到整個歐洲美國 好像滿清晚期一樣 這個情況 差不多是一模一樣的 你一直用石頭去踏自己的腳 又說要媽 又說要媽 但是的時候 你在做一個喪權辱國的事 你在賣你的屁股給老美 那你幹什麼 我真的很不明白 這些是人知道的事 我們大家都看到 沒有辦法 國運起 這些 豬對手 不是隊友 豬對手的時候 就是多些來密手 快點繼續用你的 所謂選舉的制度 去令到你們國家 變得更加輕盛 輕盛這個字反話 講完 我給你們 真的沒計 不如說這個豬對手 A軍要提出另一單 要提出另一單 彎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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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台灣關係法 台灣政策法 對 A軍引導錯了 由於時間 A軍很快地說 就是我們的豬對手之一 李老美 就是想搞 這個審議 這個彎彎的政策法 這樣 這個彎彎政策法 他們就說 是1979年的彎彎 關係法 我們經常理會 現在那個政策 以前是關係 由關係發展到政策 才 好 接著 老美 就說 對彎彎來說 最全面的重構 也說 這是給了一個明確的信息 說 終於 你不要重拖俄羅賓 搞這個烏丹丹的覆轍 神經病 好了 接著 那些豬對手就說 其實我們老美 主要的非不非盟友 非不約盟友 非不約盟友 接著就說 我們會對他好像盟友那樣 但是就不像這個不約這樣要簽協議的 這個彎彎的政策法裡面 我們就包括了很多東西 我們就是會將 駐老美的彎彎經濟文化代表處 就改名為彎彎代表處 而老美在台協會 那些處長的比照 就會好像到 老美駐外大使的提名程序一樣 也都會改為代表的 也都會撤銷彎彎展示 彎彎主權象徵事物的行政指令 就是彎彎可以等些 顯示自己主權的東西 有嗎 好了 接著還指示老美的輕姐 國務卿和國防部 可以優先和加快處理 這樣向彎彎授武 我終於聽到最重要的那點了 還有也都說 如果我們中央對彎彎的敵意行為升級 那老美的總統就可以制裁中央的領導層 不是 甚至最抵死一件事 甚至是直接劍指我們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我們的國家主席 直指 現在不夠僵了 繼續交給你 不好意思 好了 接著就說 我們要強調聯合國大會 第二七五八號決議 即是我們中央 中華人民共和國 聯合國的席位 是未處理彎彎代表權和主權問題 哇 還有會協助彎彎 加入國際組織等等 怎麼辦 沒事的 他全都避開了 例如你剛才說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改名 但是現在變成建議 建議 即是我提個意見給你 我希望這樣改 會不會做呢 不會 另外 他本來打算賦予台灣這個主要非不弱的盟友 後來就改成了 就以非主要的非不弱的盟友 的盟友 同等方式對待台灣 不是變成主要非不弱的盟友 而是同等方式而已 還說 未來四年給台灣45億美元 的外國軍事融資資金 即是要付錢 現在變成無償的軍事援助 不是賣妹 第五年就加碼到 提供20億美元 我第五年 問到份了 特朗普也上台 做了三年了 五年之後的法例才算 沒錯 還有一件事 本來就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最高的制裁對象 現在列出高階的官員和軍事將領 國家主席顧問 高階的決策機構人員等 是制裁的行動 他覺得這個修訂版 應該是避免刺激中國 我說你都傻的 你以為中國傻的嗎 你以為是年輕人來的 你這樣改改就說沒事 你不要玩啊 大哥 你老美等著有東西看 台灣不要那麼開心 我看到在台灣說的時候 就是說 喂 現在呢 都是利多的 實質上呢 反應了老美對台灣的承諾 台灣 好歡迎啊 怎樣啊 喂正 老美快點過來 狂居啦 人家說你是狗 你以為你是什麼 你是他的工具 你死你戰 搞清楚台灣人 不是台灣人 台灣人不明白的 蔡英文 蔡英文你搞清楚 民進黨 是不是 台灣人不是善良的 這就是一個最嚴重的情況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這次呢 美國 在這個台灣 政策法上高 他想去採取行動 他現在又是進退失去的 還有他真的不知道 怎麼算好 究竟我做好啊 還是不做好 因為呢 其實有19票是贊成 有5票是反對的 雖然反對的人數呢 是比較少 但是我們看到呢 這一個是真的 違反了一中原則 和中美的三國聯合公佈 那台灣 今次你不斷去玩這件事 那我跟著我相信 如果美國這個台灣政策法 真的通過了 有好戲好看 以後解放軍飛機呢 就直接飛越台灣島嶼 以及降落松山機場 或者高雄機場 中正機場都像 我們來一個實質統一 不需要打仗的 你夠膽就動啊 你試試動一下 可能這樣也不定 不過這個發夢 應該沒可能的 我講一下 好啊 交給你邊君 邊君 你去哪邊邊 台灣這件事 台灣其實呢 已經是一個 上次軍演的時候 一個 對老美來說 一個警號來的 就是老美 第一要加速他做這件事 他加速他也沒什麼用 因為 你 你只得過制裁 我只知道你懂得制裁 你都不會動的 我講這個句 是不是 還有我現在真的有軍隊 有海軍去包圍 我們去控制台灣的領海 恢復我們對台灣領海的主權 是 做回日常平時的航行 其實這樣去做的時候 就等於跟老美說 就說你那些的 芯片 其實現在全世界最大的芯片製造商 就是 其中一個就是台灣 就是台灣 台灣台積電 那 你還在台灣做芯片 做完這些芯片出來 我對不住 我們包圍了台灣外圍的東海地區 那你的芯片都應該出不了台灣可合的 出不了台灣可合的 那你的芯片出不了台灣的時候 你的飛彈都應該都不會太用的了 你的汽車呀 彈黑呀 你的飛機呀 你的那些都要用晶片的嘛 導彈那些都要用晶片的嘛 那怎麼辦呢 有江湖傳聞傳說 有些軍事的軍工科技商 最近買了很多洗衣機 是嗎 要把芯片出來用嗎 什麼洗衣機 不是 他買這些洗衣機 不是為了洗衣 也不是為了洗錢 是為了在洗衣機裡面 拆了晶片出來 可以放在他的武器手上 是嗎 我沒聽過 我沒聽過 孤陋拆聞 先把連結來看看 究竟這麼簡單的東西 不過我懷疑的是真實性 是 我覺得 可能性似乎極低 當然 也有 其實中國也有些企業 是要去墨西哥那裡開工廠 就說幫大家回收那些 那些礦物 稀土 稀土 稀土的物料 因為稀土的物料 你才做到晶片的嘛 哦 這個就接近現實一點 這個就接近現實一點 你做了 你要回收 譬如你回收你的電話 回收手機 回收其他的一些日常的用品 然後電池等等 你再重新做出來 可以提煉一些稀土的礦物出來 但當然 你隔了這樣的工廠 這間工廠 是一間中國工廠 在墨西哥那裡開的 哈哈哈哈 又是中國 啊 周圍叫中國生命 周圍提煉稀土的人才 全部都是中央的 沒錯 還有 這一件事 令到A軍立刻想起 拐不知 真是 老美說要動一些 大殺雙力武器的國家 你看看 洗衣機都會變成大殺雙力武器 裡面的晶片 裡面的晶片 說清楚 不是洗衣機被大殺雙力武器 而是裡面的晶片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有些台灣的媒體 說台灣政策法 是最強的 哈哈哈哈 有史以來 最強的台灣政策法 他說 那為首為美 那什麼叫做最強 哈哈哈哈 我終於不知道 他怎麼解釋了 就是 民進黨的手法 真的令到我覺得很厲害 怎麼可以把整個地區搞成這樣呢 他們的領導層 真的完全想像不到 令到我想起 我們節目的最後 我們要說一下 美國的鐵路 這件事很值得和大家說 本來是很支持拜登的 為什麼會支持拜登呢 當然要跟AB軍說一下 但是現在竟然說要罷工 這件事很不重要 B軍 B軍先說 是啊 先說拜登怎樣 美國的火車系統 我們簡稱叫做M-Track 這個火車系統 那些火車都走得很快 大概平均60公里至100公里 每小時左右 相當於我們中國現在 就是中國那些二、三十年 十幾二、二十年前那些 那些所謂什麼牛車 就是綠皮那些牛 綠色皮那些牛車 哇 我上次我曾經乘過那些綠皮車 都是很快 真的很快 我都乘過M-Track 都是很快 就是乘過十幾個小時才 乘過十幾個小時 但是在火車上睡覺就OK了 但是那些沿途是會見到 第一個火車會遲到 第二個火車的火車裡面那些 設施相對比較古董 我用古董這個字 用古董 這些火車站都是很難用的 全程經過那些歷史城市 都很差 但是為什麼 拜登是M-Track最支持的總統來的 因為拜登以前 他做到國會議員的時候 就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乘M-Track 就會乘回家 好像很顧家那樣 乘回火車回家 回到他那個州份那裡 所以他就去M-Track的上下 所以他只是這樣包裝自己的時候 那些M-Track的員工都很支持拜登的 但是呢 這次這個疫情也和這個經濟的那個通勢太厲害了 厲害了 那些M-Track的司機呢 那些工作人員都頂不住 於是他就準備發起工業行動去罷工的 那就是 可想而知那個情況惡劣到這樣 就是連你最親的支持者 都說要反拜登 真的很嚴重 那如果它一癱瘓的時候呢 其實它不單止影響城下 也都影響了美國內陸的物流鏈 它那些運貨的程序 因為它很多時候的貨物 就是去到美國的港口 如果你要進去內陸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要靠火車去運送的 但是你的火車不行的時候 就是霸洗的話就會令到你 美國中部地區的運輸會出問題 那到時候整個經濟都會出很嚴重的了 那我最新的消息就是 他們都盡量嘗試去阻止罷工發生 都在那裡聊得很緊密的 那當然我們不是說希望龍尾瓜 但是說真的都希望可以 都希望可以盡快搞定那個工潮 因為你搞完這個火車的工潮之外 還有其他工潮應該都是會來引述的了 最後一件事 老美那邊的A軍就要講一講 那個數字 就是聯儲局最新搞出的一個數字 原來老美頭的1%的人 所拿的財富佔整個國家多少 大家猜一下 90% 1%拿九成沒那麼厲害 26.7% 也很厲害 1%拿26.7% 而中間的60%是26.6% 貧富懸殊也很厲害 很誇張 我講講罷工 我找到少許資料 再補充 再為節目最後 其實美國政府在7月份 也透過一個行政行動 阻止鐵路工人罷工 任命稱為總統緊急事務委員會的小組 提出大多數工會都要接受的協議 宣佈一籃子加薪的計劃 這個加薪是很誇張的 是多少呢 包括立即為工會成員加薪14% 14% 不要說少 接著的時候 還會在合約五年裏面 獲得24%的加薪 以及每年1,000美元的現金獎金 鐵路公司表示 員工的平均薪資 每年是12萬2千美元 包括工資和福利 十二萬2千美元 很厲害 大佬 大佬 大佬八萬年薪 百萬年薪 十二萬年薪 在美國也很厲害 因為基本上 五千元 每個月五千元 你就可以買樓 在美國那裏 這次 他們罷工的原因 是因為 不是因為工資 是因為工作太重 人緣短缺 所以 必須要隨傳隨到 所以 就醞釀罷工 這次的罷工 很特別 會不會真的要做 現在不是用錢 可以解決問題 可能 一個星期 算了 讓你翻三天工算 哇 真棒 這個就是 美國的工會文化 好 講完 交給大家 有沒有事總結 我已經說再見了 總結 我最後補充 我們錄音的時候 還有最新消息 就是 印度總理莫迪 決定 已經出發去 烏茲別克 參加上海合作組織 沒錯 我都看到消息 消息 莫迪和習近平主席 會見面 會談 普京當然不用說 一定會會談 所以 現在是好消息 我們靜觀其變 到時候有需要和大家做個直播節目 好了 節目最後 通知大家 記得訂閱大衛sir的頻道 還有講起台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 方便的話 請看完我們的廣告 謝謝大家 今天時間到這裡為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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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